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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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生活中没有依靠 我不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毛尔本对我来说也实在是太遥远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从哪一开始 我想要嫁给你 可能是在我们海边一起手牵手下肤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未来的生活 我们也会如此这么简单的浪漫 可能是在我们踩雷了一家又一家看不懂的餐厅后 依然不停地探索 因为你在身边 我突然觉得毛尔本这个地方很好 我想和你一起走过这里的那一条街道 看不同的风景去看 今天比起说爱名 我真的很想说谢谢你 谢谢你能够成为我的丈夫 我的家人 让我无论在哪里 都没有一箱子的漂泊感 谢谢你对我偏爱的执着 坚定不移 从未重要 谢谢你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是一种让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在我的身边 谢谢你不管多么忙碌 都对我世事有回应 给主我一世感 照顾我 陪伴我 谢谢你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走来 让我的家人放心地把我交给你 是你让我对婚姻充满了憧憬 坚定了我想要与你共住一生 最后我想说 爱你100分 这是给刚才女士写的第二份情书 第一份是一个日记 丹女士您好 2020年1月18日相识 2020年7月4日告别 开始为您等待 2022年2月22日 重逝 2022年11月6日分别 开始为您努力 2023年4月13日分离 开始为您负责 近四年的时间里 每一天都在为您努力 我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相信我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两回爱的聊天 对于小周每一次的分别 每一次的相聚都记得这么亲密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 因为你真的有心 谢谢你们爱的表达 那现在呢 再次有请两位面向彼此拉着对方的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给对方一段 爱的誓言和成功 在所有来宾朋友们 众同的见证下 我周轩逸 愿甘露 成为我法定的伴侣 和我一起迈入婚姻的殿堂 执子执手 愿者写了 太棒了 谢谢我们的小周 掌握住给小周 掌握住给小周 谢谢 大家送我来临头的伴侣 我们的见证下 我刚刚录的语言和语言和语言和语言 成为我法定的伴侣 和我一起带入婚姻的殿堂 因此执手 因此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里 我们开心 希望轩逸在场 是你们的另外一个 个人的家里的伴侣 共同的见证 这下两位新人 轩逸和她的姨姨 2023年的10月19号 就一个非常迹象 美好的日子正式 几位夫妻 轩逸 现在给君问你 美丽的新娘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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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